欢迎再次回来我们的节目 我们今天是大家是周末 今天是星期五的晚上 在这里主持人祝大家周末愉快 在星期五的时候跟大家回顾一下 过去一周美国乃至世界里一些大的事情 回到我们美国 我们美国过去一周里最热闹的 在各个主要媒体的头条 那就是美国总统大选 其实也仅仅是在初选阶段 尤其是民主党还不那么热闹 主要是共和党 共和党的初选应该说从周末开始 上个周末8月15号开始 就是在埃瓦州 已经开始了各个后小人 马不停蹄的竞选活动 在不同的场合你都会看到 我们这17位共和党的候选人 都在不同的地方与选民进行交流 在沟通 当然民主党的几位候选人 包括Vermont参议员Sanders 包括呼声最高的Hillary Clinton 也都到了埃瓦州 都想和当地的选民进行充分的面对面的沟通 在过去几天中 大家都纷纷移兵来到了纽海姆士 纽海姆士是明年正式初选中的第二个地方 纽海姆士也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 而这一次这个媒体采取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方式 他邀请了共和党的几位候选人来纽海姆士 谈什么呢 谈教育 我也听到了布什也好 还是我们欧海姆的前州长 大家一些人都在谈自己的教育理念 谈自己的教育措施 当然也不忘了攻击自己的政敌 和民主党的潜在的 这个有力的候选人Hillary 所以共和党的党内初选比民主党要热闹 原因就在于说人太多了 17个人 我们曾经请何维律师跟我们谈过 这个民主党共和党的党内初选 特别是对共和党候选人当中 有一位非圈内的人物 那就是Donald Trump 对他的评价 何维律师说的非常是如妙 如消如妙 所以非常有他的见地有三分 入目三分 大家可以听一听 何维律师的这个节目呢 将会在周二的时候播出 希望大家准时的收看 何维律师他从不同的角度 对川普这个人 作为一个独立的 圈外的一个自称是共和党人 来参加共和党的这个初选 而且他又明确表示 如果不被共和党提名 他将独立参选 这都他到底他凭什么有这么大的底气 他可以讲这个话 而且为什么到今天为止 依然Donald Trump依然是共和党选民的 大家最喜欢的一个候选人 他的民调依然处在最高点 当然了很多的这个竞选专家们 政治的评论者们都会认为说 川普能走多远 我们这位川普现象能持续多久 按照一般的选举规律 按照过去共和党也好 民主党的这些初选的这种规律来看 像川普这样的人靠着激进的语言 靠着鲜明的个性 靠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特点 赢得选民的认同和选民的支持 在一个阶段是可以达到的 但是越靠近选举 特别是即便是在党内初选 越靠近真正要选一个候选人的时候 选民会越来越理性 因为选民知道 共和党也好 民主党也好 候选人们 这个制度没有人可以改变 这个方式也没有人可以改变 大家只能遵循 但是希望在这样一个方式 和他一个模式当中 能选出老百姓真正喜欢 和予以复托的这样一个候选人 而川普现象 川普先生这个现象 说实话 他的很多做法 并不是被所有的选民所认同的 特别是包括他的这些 跟他一同竞争的同僚们 都几乎没有人敢苟同川普先生的一些语言和观点 特别是他的移民政策 川普先生的移民政策 几乎就是迎合了很多某些州 某些白人 大多数相当一部分人的一种想法 所以他得到了相当多的一个正面的肯定 使他支持率一直在飙高 而且是高居不下 但是选举毕竟不是在一两个重要的移民州进行的 而是在一个全国范围内举行的 所以那个时候大家越来越多的会更加正面的冷静的 客观的和认真的看待美国的移民改革 移民改革绝不是一蹴即就的一个简单的事情 移民改革需要一个有配套设施的这样一个巨大的一个工程 像奥巴马总统完全是为了这个政党和个人利益 所推出的所谓的移民改革综合法案 不仅得不到广大选民的最终的支持 包括他自己的同僚也开始认为说 这个解决1100万非法移民的方案 是不是太过于匆忙 而且目前我们的国家能不能有能力承受 所以到底移民法案会不会成为2016年总统大选的一个焦点呢 我们以后会随着选举的越来越深入 跟大家做精彩的分析 回到我们这个共和党的初选 其实共和党真正大家实在说 真正感觉到有实力或者说有希望的 还是这一位Jib Bush Jib Bush虽然在初选的辩论和在埃瓦州的表现 可能大家并没有给他那么高的评价 认为他现在好像看上去很普通吧 讲话中规中矩而且四平八稳 没有错 因为初选还没有正式开始 现在仅仅是初选的初始阶段 一个初始阶段 所有候选人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是需要让选民了解自己的一些看法 了解自己的证件 而且留下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印象 在以后的进一步的彼此的辩论 以及竞选当中 进一步的展现出自己的特点 是得到选民们的认同 这才是所有候选人要做的事 当然也不例外 这个Jib Bush Jib Bush大家之所以被关注他 当然是因为他有一个布什 他有一个做过总统的父亲 也有一个做过总统的哥哥 他现在这两个很多人在说 成也是布什 败也是布什 有一定道理 但也不完全是 有一定道理就因为说 人们对这两位他的父亲和哥哥 都有不同的评价 现在对他的父亲老布什 大家对他的评价基本上是中肯的 认为说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可能有点错怪老布什了 即便那个时候经济有点什么问题 其实也不是老布什的错 因为随着老布什的任期结束 克林顿刚刚上台 美国经济就出现了根本的一个转变 所以当然这转变不是克林顿做的 还是老布什一时代打下了基础 老布什做的 所以对老布什没有问题 现在大家的可能不喜欢小小布什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的哥哥小布什 小布什最大让人争议的 那就是两场战争 其实呢 虽然有很多选民依然对这两场战争 我们要不要发动 花了那么多钱 美国也没有让伊拉克得到真正的和平 真正的幸福 也没让阿富汗人民得到真正的实惠 可是我们花那么多钱 难道我们的反腐的目的就是为消灭山里面几支 奥开达的部队吗 而且 ISIS成为新一股的恐怖主义势力 已经取代了这个本拉丁 也取代了基地组织 成为了让人更加头疼的恐怖主义 所以人们很多人会对小布什过去不惜功本的 大手笔的两场战争 大家对他颇有微词 但是现在也有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大家发现 现在越看 越看欧巴马的执政 再看小布什执政 发现我们前总统小布什 真的有很多东西做的 真的是不错的 也许大家对小布什的看法 会随着时间 特别是欧巴马执政的那些缺点 越来越多的暴露出来以后 反而反衬出小布什的一些 做的好的地方 最典型的一个 我们今天能够实现我们石油的自给自足 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美国的页岩油的开发 而美国页岩油的开发 始于2004年一个重要的法案 就是允许石油公司开采 石油的同时不必严格的执行环保的条例 那个时候这个谁搞 就是当时这位二位石油总统 一个小布什 一个是副总统Chene 他们搞的这样一个法案 使得美国遍地采油 采了十年下来 到今天我们赫然发现 美国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的石油生产国 明年现在国会正在酝酿 要修改宪法 明年美国有可能会出现石油出口了 明年2016年已经确定 美国会有天然气出口 而且是针对的印度尼西亚和南韩 石油会不会出口 因为有法律规定 两次石油危机之后 美国联邦政府联邦法律规定 石油是不可以出口的 作为战略物资 不可以随意地卖出去 但是随着今天情况变了 而这一切要归功于小布什总统任内 他对页岩油开发的权力的支持 以及他对未来美国能够在石油战略上 要摆脱对中东的依赖 摆脱别人对美国的控制 做出了非常重要的工作 所以小布什总统的很多政策 也越来越多地得到人们的认同 比如说大家都在抱怨他发动两场战争 但是老百姓突然发现 小布什虽然发动两场战争 可是没给你我加税 可是我们这个奥巴马总统 虽然没有发动战争 可是他给我们加了不少税 所以一进一出一对一比 大家可能有很多东西 反而觉得说 小布什也许很多做法 我们错怪了他 所以这些光环慢慢地 就会转移到了他的弟弟 杰布什的头上 所以杰布什成为一个美国的 有可能的再一任总统的几率 还是有的 当然除此之外 他个人也有很好的政治经历 他做过佛劳瑞达的州长 作为一个州长 他是有很多的行政能力的 不会说我们再选一个参议员的菜鸟 像像奥巴马一样 很多东西要从头学 这个美国人民看来是有点厌烦了 美国人希望一个有经验的人来打理这个国家 除此之外 不要忘了移民 特别在2012年的选举当中 有几个摇摆州 其实最终这几个摇摆州 能够被稳定下来 就是因为西域选民的一个力量 西域选民在几个摇摆州越来越重要 而小小布什 杰布什恰恰拥有这方面的优势 不仅他自己曾经在墨西哥工作过 而且能够操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 同时他的老婆又是个西语裔的墨西哥人 所以他天生对西语裔就有一种好感 或者说有一种吸引力 在大家谈的比较多的 或者说华人社会谈论比较多 大家还没有到的 那就是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在9月份先到联合国发表讲话 这是他作为中国的国家主席 首次在联合国这样一个场合发表演讲 所以大家都非常期待 同时当他联合国行程结束以后 将会对美国进行三天的正式访问 这是习近平作为中国的国家元首 第二次到美国来 但是他也是第一次正式的访问美国 所以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 中美两国和世界舆论都广泛的予以重视 其实他的访问还有一段时间 大概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为什么我们现在跟大家聊 原因就在于说 现在在过去一段时间 中美关系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 中美关系曾经因为 无论是美国在南海问题上 对中国的不加言辞的攻击 还是说整个美国国内社会 随着大选的开始 很多的这些国会的议员们 还有一些参选者们 为了拉选票 为了自己的知名度 为了自己媒体的曝光度 都是不负责任的对中美关系说三道四 曾经我的朋友 曾经转述了美国众议院 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Ed Royce他的一番讲话 Ed Royce就认为说 现在很多人对中美关系都喜欢说三道四 其实他们并不是真正的了解中美关系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原因就是说 现在国会中有很多新面孔 也有很多年轻的议员 他们希望搏个版面 希望搏一个镜头 拿什么话说 谈别的就怕谈不好 国内事务太敏感 一句话说不好 可能这就选不上了 可是说中国 说多了说少了 选民似乎都不是特别的介意 也不会影响他们的仕途 所以这些人都会发表一些 不大负责任的讲话 同时我主持人也好 跟我们嘉宾在交谈过程中也发现 我们的总统奥巴马先生 其实对中美关系的重视度 在他的后任越来越差了 大家不要忘了 他一上台的时候 非超兴致勃勃地跑到中国去 大肆提出了击凸 然后希望中美两国如何如何 那种热情 和今天欧巴马对中美关系的这种冷处理 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为什么欧巴马会如此 因为欧巴马过去的外交政策被别人批评的太多了 而且欧巴马他希望自己的外交政策中能做出一些成果 能他下台以后 人们想起欧巴马能有几个所谓的外交成果 欧巴马心目中的外交成果 应该说没有中美关系 他首先第一个成果 大家看到了 他就是死活也要要的 所谓的伊朗核协议 现在看来伊朗核协议应该是没有问题 即便共和党反对 也无法纠集起三分之二的人 来否决总统的否决票 所以伊朗核协议通过 看来只是个时间问题 第二个 那就是古巴建交 古巴建交其实对美国国家的经济 没有实质的一个贡献 甚至对美国社会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 可以看到的一个贡献 反倒是在佛罗里达的一些古巴裔的选民们 对此非常反感 包括这位非常知名的古巴裔的后裔 也是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马克·罗比奥 已经不加以言辞的 在这个问题上攻击我们总统奥巴马 所以但是不管怎么样 奥巴马认为说 这就是我的外交成果 他就希望能够自己的未来下台的时候 他能说我有这样的外交成果 除此之外 第三个 他就是在11月份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签订的二氧化弹排放减排的计划 奥巴马始终想做一个环保节能的一个美国总统 而且他过去的美国总统包括小布什 甚至包括克林顿得到西方很多领袖们的诟病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不带头 在二氧化弹排放减排的问题上做出表率 美国拒绝了东京这个议定书 所以这一次欧巴马总统不仅在过去两年宣布了 要把美国的发电厂的二氧化弹排放量减半 同时也在积极的和说服另外一个二氧化弹排放大国 中国和美国共同携手来共同对二氧化弹的减排 做出贡献 奥巴马这个外交努力应该说是达到了 而且也应该说是现在看 一年底就会举行巴黎的这个联合国的会议 看能不能达成一个具体的成果 如果有具体的成果 那就为奥巴马的外交画上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句号 这是第三个奥巴马的外交 第四个奥巴马心心念念想的不是中美关系 而是他的TPP所谓的环太平洋伙伴关系 为什么 因为奥巴马知道他现在这个协议的签订 他是有多重的效益的 除了对美国经济有一个确实有一个帮助作用 而且更重要的会让美国重新成为世界贸易的一个真正的主导者 当然也不无目的可以遏制中国的一些经济发展的势头 所以在我们总统奥巴马的外交的这个成果清单中 没有中美关系 奥巴马总统对中美关系的不够关心或者说不够热衷 使得中美 使得他放任了国内的一些人对中美关系说三道四 对中美关系说一些不负责任的话 就让中美关系有一些的发展当中就会出现了很多不安定的不确定的因素 幸好中美之间有一个年度的战略与经济对话 这一次战略与经济对话 中国派出了一个非常强的阵容 三位副总理级的人物 两位中央政治局委员 帅团400多人来到美国首都华人DC 与美国总统拜登所率领的美国代表团 进行了非常有成效的彼此之间谈话 对稳定过去一段发展中出现问题的中美关系 还是有一个稳定的作用 这一次两国的这一次的战略对话 战略与经济对话 最重要的一个成果 就是两国可以非常坦然的面对彼此之间的分歧和不同 所以大家承认我们之间在很多问题上有不同有分歧 但是我们不希望把它成为两国关系的一个麻烦 而希望能够把它控制 所谓管控两国分歧 其实我曾经在专访过中国前驻美国大使 在跟他的专访当中他也特别提到 他说中美关系的核心的东西 现在这么多年走下来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成果 那就是管控分歧 应该这么说 大家如果关心中美关系 如果关心两岸关系 你都会发现近年来 在早期中美关系中出现的一些争执问题 比如说人权 比如说台湾 比如说达赖 这些问题在近几年中美关系中 已经纷纷的不再出现了 并不是这些问题 并不就完全消失了 而是说中美在这些问题上 达成了一些共识和一些默契 这就是要分歧的管控 所以过去的若干年 中美之间的分歧的管控是有效的 所以这一次习近平对美国的访问的重要性 其实可能很多人并不一定对习近平这一次访美 对他的成果有多么大的期待 但是他的访问的重要性是毋庸正质疑的 原因就在于说习近平这一次访问 起码可以稳定欧巴马剩下任期内 在他下台之前这一年多的时间 中美关系的一个相对的稳定 这是中国需要的 也是美国需要的 所以习近平这次访问 也许我们可能看不到那么多的成果 特别是其实我们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 Ed Royce 在前不久的一个场合中 他也表达这个观点 他说在一个大选之年 特别是一个即将下台的民主党的总统 他很难给中国元首太多的承诺和太多的礼物 更不敢送什么礼物 因为大选在即 所以确实很难 另外 欧巴马总统恐怕也不光是无力的问题 恐怕他也缺点诚心和诚意 所以中美关系不管怎么样 中美关系不会因为谁张总统 谁不当总统 而发生根本的变化 中美关系这么一路走下来 美国也换了几十任的总统 中国也换了不少的国家领导人 但是中美关系在跌跌撞撞中 还是在向前发展 而且彼此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多了 所以我们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 对美国的访问 相信美国其实很多的媒体 特别智库们 也非常关注习近平对美国即将来的访问 虽然这个访问有点迟 但是这个访问本身还是非常重要的 毕竟这是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的两位元首的 正式的会晤 这和APEC会议和在安德伯格庄园的非正式会晤 那是不一样的 这是带有两国决定性的战略举措的一个会谈 当然了在这里还是要跟大家讲 可能我们对他们之间达成的某些战略成果 可能期待不需要那么多 但是希望两位领袖能从两国利益 从世界和平发展的大局出发 能稳定中美关系 不给一些有心之人在从中捣乱的机会 能让中美关系平稳发展 符合美国的利益 也符合中国的利益 毕竟两个国家现在是六千亿的贸易额 占掉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四分之一 应该说这对中国非常重要 对美国同样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今天是周末 在这里主持人在这里再一次祝大家周末愉快 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谢谢大家 请大家继续关注《环球事业东方智慧》 再见